正规表达式这部分我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很好用很好用 我先给一个比较程式码长一点的范例 但是事实上比较长不代表比较复杂 待会我写一个一行的范例 比较短也不代表比较简单 这个是正规表达式的程式 那我先执行一下给各位看 再来讲解程式内 我现在这个程式执行的结果是 他举出了20,1990,8,31 然后呢,把结果印出来 变成1.m等价 然后year等于h等于s,year等于1990 那这些是在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一个字串里面把它抽出东西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字串是哪里? 字串是这个 我想从这里面抽出一些东西 例如说年龄 例如说生日 的年 月 日 OK 那 例如说名字 我要怎么抽呢? 我们可以用正规表达式 第一个 我们用这一个正规表达式抽 它是斜线D加 那它的意思是说呢 斜线D是指数字 那加是代表出现一次或以上 所以呢,斜线D加就会比对到像这种 20 或者是1990 或者是8 或者是31 这种 它都会比对到 所以当我这样子去比对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比对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第一行的输出 20 1990 8 31 OK 这是它比对出来的输出 那所以 如果我今天呢 想要取得里面比对到的内容 那 我们可以用到底比 比对到之后 用那个前字号1234 来取得内容 那我现在就下面再写一个 程式 它就是说 我要取得Name之后的 英文字母串 英文字母串 然后呢 再取得age之后的 数字串 再取得birthday之后的数字串 然后斜线之后再跟一个数字串 在斜线之后再跟着一个数字串 OK 那 当我这样取的时候 OK 你会看到说 OK 我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第一个 第一个我取得的 内容 是这个 Name 参数 Name 第二个我取得的是 age OK 第三个取得的是 year 这个year 那你只要把它里面的东西通通都拆出来 那 在这里呢 我们用大括号代表说 这里 传回的是一个字典 字典 esp 这个栏位呢 就是这个字串 然后 name 这个栏位就是这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是什么 这个字串就是 取得从头到尾的整个字 好 那 所以你从这样子取出来之后呢 就 就把这整句话给伯析完成 整个字串给伯析完成 那伯析完之后 印出来 伯析完之后把它 pars之后把它印出来 你每一个栏位 ok 那就 就结束了 你可以看到 这个传回来的是p 那p.name 就是这一个姓名的栏位 就是会得到j 那p.h 就会得到20 那我们就这样子传回来 那最后把它印一下 印出来 那之后呢 这个就没什么 这只是用来 用正规表达式来去除 航手和航尾的空白 也可以这样做 那这边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是我们博析完的结果 然后这去除完 航手、航尾空白之后的结果 好 那这是一个正规表达式的使用范例 他可以做的 做的一些 栏位取出的动作 好 那各位 试试看 先试试看 然后 看一下它的程式 不懂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用其他的例子 再来解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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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